探到一切法 不声不明 那我们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是看科学报告 科学家发现 近代 有一些科学家 专门在研究物质 或者是什么 大或者 用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那佛经上 把最小的物质 称为尘 微尘 这最小的物质 微尘还可以分 佛经上讲的七分之一 这么分发 从 什么样的微尘开始呢 从牛毛之 牛毛比较粗 尖端上 牛毛 尖端上 有一粒微尘 那 好像是粘在里 它有犀利 它不会 不会掉下来 有一粒尘 把这个尘 分成七分 七分之一呢 羊毛尘 羊毛细了 羊毛尘 再分为七分 七分之一 叫兔毛尘 兔毛更细了 兔毛尘 分成七分之一 叫十一尘 那我们肉眼看不到了 放在水里头 水有空隙 这些呢 我们都知道 在显微尘上观察 啊 水有空隙 这一粒微尘 在水里面空隙里 走来走去 没障碍 水一尘 再把它分成七分 七分之一 叫兔尘 兔毛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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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密度比较大 比水大 还是有空隙 这一粒尘 很轻易通过 没障碍 啊 这么小的物质现象 啊 金尘 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 佛经身 叫无一尘 那么这个东西还能分 再把它分成七分 七分之一 叫四居结尾 大概就现在所讲的 基本例子 啊 它还能分 啊 再分成七分之一 叫极为之位 这再不能分了 再分之 没有了 物质现象不见 就空了 所以它也叫 灵虚尘 它跟虚空 是个别 啊 再一分 就是虚空 这个东西 被科学家找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